按照我们古老的说法,人出生时的月份生成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 女人更是会被别人议论出生月份,婆家人都希望娶一个忘夫忘子的女人 所以古代有八字决定因缘的故事 今天就挑选几个被大家认为可以让女人忘夫忘子的几个农历月份 跟大家说道说道 1.农历二月 农历二月正是初春时节,万物生长 4个月出生的女子好像天性就是与春天这个时节相适应的 在这么一个舒服惬意的月份出生的女人,性格上就是特别柔和的 给人一种娇滴滴的感觉,让男人产生保护欲 不要看她们柔和就觉得她们成不了事 其实她们是属于那种万柔嫩嫩的女人 她们像河边的蒲草一样,其实很坚韧 可能刚开始她们会贫穷 但是有这么一个坚韧的女人作为邪内住 男人们也会上进 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的 2.农历四月 农历四月熟火,这个季节是夏天的前奏 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时节 这个月出生的女人天生强势,非常有主见 她们往往具有领导的能力 她们会吃苦,也会说服丈夫做决定 她们往往掌握着家里的财务大权 不过确实她们也很有理财头脑和能力 这个月份的女人带着夫家选择自主创业 让她们做决定,夫家的生活一定会越过越红火的 3.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属金,这个月出生的女人好像命里就带金 命里就带着财气 她们往往自身条件好,也会选择一个条件也很好的夫家 即使她们嫁过去时,夫家条件不好 她们也会帮助夫家旺起来的 农历八月也是金秋收获时节 四个月出生的女人性格就像秋天一般,好爽大忌 性格值且吃苦耐劳,容易相处 做事周到,与她们相处时很少会产生矛盾 所以娶了她们,夫家的生活也会和谐 世子自然也会越过越红火 4.农历十一月 农历十一月属水,这个月正是白雪矮矮时节 一年的尾声,瑞雪造丰年 这个月出生的女人遇造着丰年 所以她们往往命里带财 具有极具财富的命运 她们为人善良,乐与助人 善于持家,尊敬长辈 能照顾好家人和孩子 同时具有聪明的头脑 她们的善良也会为她们积攒很多的福运 福记子孙给夫家带来福气